人不可能成为自己没见过的人 一 前两天刷到一条关于浙江大学的视频 深夜是一点半 这大的教室里依然有学生在埋头苦读 保安要到每个教室驱赶学生回去 可他们在离开教室以后 并没有直接回寝室 而是在走廊里找个位置继续学习 凌晨一点多 这大附近的咖啡馆 也挤满了熬夜学习的学霸 有人累了就趴在桌子上小气一会 有人实在撑不住了才会回宿舍 有时候就连老教授也都是凌晨推个自行车回家 你会发现 明校生的世界里 没有上课和下课之分 哪怕是课余时间 师生也都用来充实 提升自己 办官有些大学生 晚上熬夜打游戏 白天上课睡觉 平时不努力 考试前开始临时抱佛脚 王九月是山东某大学的一位教师 受朋友之邀他到一所民办高校待课 第一次上课 王九月提前二十分钟赶到教室 可上课前五分钟 教室内空无一人 他一度怀疑自己走错了教室 上课领想 学生们才陆续走进教室 手里拿着油条 豆浆 筋饼 包子 一边吃一边找座位坐下 就像进了电影院 上课时 学生干什么的都有 玩手机的 睡觉的 聊天的 唯独没有认真听课的 王九月采取了很多措施 想把学生的注意力拉回课堂 但都以失败告终 期末考试前 他给画了终点 就差直接告诉答案了 学生还是考得一塌糊涂 第二年 他坚决拒绝了朋友邀请 给再多的课时费也不去了 因为给那些学生上课 让他完全没有存在感和成就感 一边是费心忘食的求知经济 一边稀里糊涂的混日子 两者之间差的真的不是一直文凭那么简单 作家洪小猪有个观点 我很赞成 却不知道一流大学为何一流 因为他们有足够的自信跟这个社会较量 他们的知识 眼界 乃至平日的生活习惯 都促使他们有能力秒杀二流学校 知识改变命运的背后 其实更多是视野和习惯的较量 二 知乎上有一个问题 哪一刻 你感受到了普通学校和名校的差距 一位去北大参加过学术交流的二本学生写道 从校园建设 环境设施到图书馆 科研资源 北大都比我的母校好太多了 北大的活动通知栏上是阶级学术讲坛 大师讲座排得满满当当 而我们这样的交流活动 一年可能只有一次 科研生活极其丰富 攀岩 华冰 健美操 辩论赛 国际夏令营等更是任你选择 普通大学前三名才能参加国际交流活动 而同等级别的活动在名校里每月都有 为什么要上名校 因为名校丰富的资源 可以打开你的视野 提升你的生命层次 主持人白严松有一次坐车颠补九个小时 当内蒙古一所普通高校座讲座 一个能容纳两千人会场坐无虚席 门口还有几百个学生挤都挤不进来 参加完内蒙的讲座 白严松紧接着又去参加北大百年讲堂 路过告示栏 他看到了北大一周的活动列表 那一刻白严松感到非常震惊 北大一周的活动 快要顶上内蒙古那所学校十年的 去北大做演讲的都是什么人 是业界精英 科学家 作家 国内外著名学者 一个个巨人走进校园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 你的视野和见识怎么可能开阔不起来 人不可能成为自己没见过的人 一个人拓宽视野的方式只有两种 第一种是读书 海量的读书 第二种就是见人 疯狂的见牛人 清华大学学生的笑猜猜说 清华大学是一个资源过剩的地方 清华大学的音乐会 然然和讲座实在太多了 多到学生已经看不过来了 而这些活动在普通大学 一年只会举办寥寥几场 学历提升眼界 眼界决定格局 而格局影响人一生 对很多人来说 眼界的起点来自教育 而名校的教育将让你的眼界变得更宽 格局变得更大 三 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的一位学生 在毕业多年后 分享了清华对他人生的影响 有一次上危机原理课 教授让他们回去 用ProTel把课上的电路模拟一下 同学们面面相去 这是他们第一次听说这个软件 教授只说了一句 没学过 回去学 没办法 他们回去在图书馆熬了三天 终于把这个软件学会了 还有一次上高数课 教授让他们回去用麦特软件化一个三维无力 硬图形 这是数学系学生才要求掌握的软件 可没有人觉得教授的要求无力 他们又在图书馆熬了几天 再次掌握了一个软件 整个过程中没有人监督 督促 清华读书期间 让他们养成了不畏艰难的习惯 所以他在毕业参加工作后 无论遇到多棘手的任务 他都没有抱怨过 他做事积极主动的态度 很快就得到了领导的赏识 明师杨宗斌说过 不论是否名校出生 学历平均仅会影响职业生涯6.5年 一个名校出来的学生 即便高学历已经不能对他的职业生涯 有任何帮助 但他们在求学路上 培养出来了各种良好的习惯 这些习惯会伴随他们一生 知乎博主Tmolin也分享过一个故事 有个人大的英界毕业生 刚入职时工资比老员工还高 当时有很多人不服气 但那个毕业生对此毫不在意 每天带着笔记本东奔西枣 除了做好本职工作 他还用一年时间 持续观察记录天气对空调销量的影响 然后根据得出的数据 设计出了预测模型 根据他模型列出的销售计划 让整个销售部门的业绩翻了两倍 曾经那些质疑他的老员工 纷纷对他刮目相看 称赞他办事有头脑 亚里士多德说过 优秀不是一种行为 而是一种习惯 名校学生在深造过程中 不仅牢固掌握了专业知识 更重要的是养成了做事严谨 深度思考 终身学习的好习惯 而这些习惯 在以后的工作中 会助力他们的职场之路走得更快 更远 威廉·德雷谢维奇 在《优秀的绵羊》中写道 名校对孩子来讲是必须比 不再是改变生活的一次机会 并且精英式的生活方式是通往幸福的唯一途径 永远不要把名校的意义 据你在毕业后找到一份高薪的工作这么简单 虽然名校的学习只有短暂的几年光阴 但它带给你的视野 思维方式和学习习惯 将影响终身 我们无法决定自己的起点 但读书可以改变命运的转折点 让我们拥有更多的选择权和自主权 点个赞吧 必要时请逼孩子一把 让他站上更高的社会位置 感谢观看